弟兄姐妹平安 愿神的话语成我们每一天生命的良 我们今天来看非比书第二章的第十一节 吾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使荣耀归于父神 那么在这一段呢 我们看到口称耶稣基督是主 那更重要的有一个意义 在于有一群真正认识神 认识基督生命的人 他们以他们的口 也就是嘴唇向主来献上感谢赞美的祭 那么这表明对真理的认识 并且活出基督徒应有的美好的样式 那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 我们其实更需要思想的是 我们的生活 有没有真实的让耶稣与我们同活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经营建造我们的人生 但是我们经营建造 是照着神的心意 还是要上帝为我们的意思来盖章 为我们的意思来背书 这是一个有很大差别的一个不同的选择 一个生命当中有神的人 他会显出的状态 会从他的口中结出属神生命的果子 那么事实上这个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有许多关于生命果子的经文 比方说圣灵所结的果子 是仁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实 温柔 节制 那么光明所结的果子 以及嘴唇所结的果子 其实这些所说的都是一个人生命里面 所生出来的属神的性情 然后这个性情是从真理 我们遵行活出来 以至于这样的生命成为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么一个真正生命当中有神的人 其实他所显出的现象 就是透过我们的生命 透过我们所说的话语 然后使得耶稣基督的生命 透过我们显现于世人 好那在这段经文里面所说的 荣耀归于父神的荣耀呢 它不是一个形容词 是一个名词 它所指的不是 就是哇大家觉得某人很棒 或是怎么样 它也不是世上虚服的荣耀 好这个荣耀所说的是神生命的本质 或者说是属神生命的光辉 那举个例子来说 其实每一个人因着自己生命状态的不同 其实也有不同的光辉 好那我们也可以说 它是某一种气质 或者是说某一种内涵的显现 好比如说有的人是慈爱的 有的人是智慧的 有的人你跟他在一起 就会感觉到很多的暴力之气 那么有的人就会有一种 欲望的感觉 那这样子不同的生命的状态 其实就是人不同生命当中 所显出来的这个光 而父神的生命就是荣耀 好我们可以说 那从永恒的真理来说 什么是荣耀呢 其实就是父神的生命 所以从这一节来看 我们应该可以建立一个观念 我们要生命中有父神的荣耀 才能够将荣耀归给神 因为这节经文告诉我们 我们要将荣耀归给神 但是我们如何在生命中 能够有父神的荣耀 那就需要我们真实的让基督 成为我们生命的主 我们顺从基督的真理 与主同行 那么当真理在我们的里面 渐渐的显大的时刻 我们的里面就产生了真实父神的生命 而这真实的父神的生命 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荣耀 而这个荣耀 人看见了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才能够向人说 我生命当中这样子的一种荣美 这样的一种光辉 是从父神而来的 并且我们将这个成为一个祭物 也就是将我们的生命 将我们这因真理而做成的美好的生命 我们再献给神 那盼望我们能够真实的 有一个献祭的认知 知道我们在这世上 我们成了一台戏 演给世人和天使观看 那我们经历我们这一生的岁月 我们要愿意让主的心意 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使得我们也得着那父神 在永恒当中荣耀的生命 那祝福大家在每一个日子里面 我们以得着荣耀的生命 作为我们的目标 所有的事情我们都指向着 那在我的生命当中 我又没有什么可以更多的去调整 使得我的生命能够更像神 其他的事物 我们就可以放心地交托给他 那祝福大家在今天的生活里面 有从神而来满足的喜乐与平安 谢谢大家